Hi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們如果要出攝影燈光 到底會出什麼攝影燈光器材呢 那我們最近這三天要拍攝一個小小的劇情片 那就是學生製作 所以沒有什麼預算 那我們就出我自己的器材 那因為有很多很多的小小的器材 可能是小預算啊 或者是學生製片 他們沒有辦法接觸到的器材 像是一些小小的夾具 他們根本不知道這些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拿出來他們可能都第一次看到這些奇怪的工具 所以我今天就要來跟他們分享一下 我們到底會帶什麼燈光器材跟周邊 他們主要的燈就是那個Aputure 300D的部分 然後我有兩盞 一盞已經在外面了 所以就這裡還剩一盞 那下面600D我就沒有想要帶 因為其實學生製片 600D根本就是一個overkill 所以它就會保留在我的房間裡面 你接著這種我們的小小的工具箱 那裡面有各種不同的小小配件 那箱子上面就有一些名片啊 然後這裡有一個相機 下面的小小四分之一螺牙 就如果有不小心消失的話 我們就可以馬上去支援 因為我平常也是攝影嘛 所以這個東西 有的時候可能會消失 或者是丟到地上 或者是發生什麼事 就備用一個在這裡 那我們這裡面還有很多很多的束帶 有一個讀卡機 然後有一些鏡頭擦拭紙 像是攝影族的 我們也可以去支援它 因為有的時候就是不小心 它身邊就是沒有擦拭紙 或者是 因為他們器材都是外面租的 啊外面租的器材公司 也不會給他們試鏡布啊 或者是試鏡紙 就是你要自己花錢去買就對了 所以我們如果有試鏡紙的話 就可以馬上去支援說 欸它鏡片忽然被水噴到了 我們就可以去幫它擦掉之類的 那下面這一層呢 就有一些眼鏡布 那這些眼鏡布不是拿來擦東西的 你也可以拿來擦東西啊 但是我主要不是拿來擦東西的 我主要是要保護 我們在室內拍攝的家具 因為我們在用夾具的時候啊 我們夾到像是木頭啊 或者是一些家具上面 我們可能會留下一些痕跡在上面 那我們就會用一個 用很像眼鏡布的東西 就各種布都可以啦 就是你只要塞的進去都可以 我們就這樣子墊在裡面 然後夾到木頭上面 這樣子它就不會留下痕跡 而且有的時候抓的力道 就是抓的穩定程度還會增加 就還蠻好用的 就是放幾塊眼鏡布在箱子裡面 那下面這邊有很多很多的這種弓頭 那這種弓頭不管小燈大燈都還蠻好用的 就是你只需要就把它想辦法塞到燈上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放到任何的家具上面 就你要有一個C夾啊 然後有一個這個雨傘關節啊 讓它可以這樣子隨意的調整燈的角度啊 然後放在一個櫃子的上面 這些工具都非常非常的好用 我還蠻喜歡這種小小球顯的雲台 真的非常方便 像是這種小燈 我們只需要把它裝上去 然後下面我們就直接拿一個弓頭 然後我們再拿一個支架 C夾啊 或者是你想要有任何的夾具 像是有 Cardellini之類的 那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插上去 然後夾到一個地方 你就可以讓燈固定在一個櫃子上面啊 或者是一個小小柱子棒狀的東西上面 真的好用 那裡面還有一些USB線啊 像是Micro USB跟Type-C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大盒的電池 四顆電池 這有的時候還蠻好用的啊 像是收音組的部分 它可能它的收音機忽然沒電了 然後莫名其妙為什麼沒有準備電池 或者是莫名其妙他們準備的電池也都沒電了 然後他們就衝去買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有備用電池 可以給他們說撐一下 然後他們去買 就不用浪費時間等他們買電池之類的 就備用一下 那接著我們就來講一下我們下面的這些東西 那就是有我們剛剛講的C夾 然後還有我們的線型夾 這個線型夾其實跟我們的C夾 其實功能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有的時候可能我們只是要夾在一個小小的 抽屜旁邊之類的 就是一個小小的空間 那這個就還蠻好用的 而且是夾這種小燈 因為你拿一個小燈 然後你拿一個這種C夾大的 就有點殺機用牛刀 還有這個雙球頭可以控制角度的 這個還蠻好用的 它主要買來是搭配這個C夾 然後搭配我的CR-LS反光板的支架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隨心所欲來調整角度 然後還有這個雙球頭的縮小板 這個東西就可以把它放在相機上面 像是我們忽然想要放一盞小燈在相機上面 那我們就可以給它這個 它就可以把它插在它的兔龍 或者是它任何的那個Rig 支架上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小燈塞到上面 或者是它們需要用螢幕 但螢幕通常都已經有支架了 就不需要這個 這個就是備用 看看有沒有機會要把東西塞到相機上面 然後這邊還有更多更多的C夾 還有我們剛剛講的雨傘關節 雨傘關節我覺得也蠻好用的 只是它兩邊都需要再塞工頭 就是你工頭要準備夠多 不然你就沒有得塞 然後這是我們剛剛有提到的那個CR-LS反光板 這個真的是非常好用 只是非常非常的貴 所以把它特別留在一層 因為它其實前面這一片是會破掉的 就是它有安全考量 如果有人撞到反光板它會直接斷掉 所以要特別細心保護 我就直接給它一個隔層這樣子 那這邊都是電池的部分 像是有行動電源 然後行動電源、行動電源 NPF電池一大堆 然後還有我們的小燈的部分 像是我們的口袋燈 還有更多的口袋燈都在這邊 然後這是一個小小的Wi-Fi小圖傳 那我想要試試看說 我們有沒有辦法螢幕輸出的地方 然後接這個圖傳 然後我就可以看到我到底在打什麼光 因為如果沒有這個圖傳的話 他們也不會給我們一組圖傳 所以燈光組就是 你看一下螢幕 然後去指引別人說 欸 燈要怎麼打 但是通常人力不足 所以你自己也要下去打 但是打一打 你就要再跑回螢幕旁邊 你才知道你打得怎麼樣 但是通常螢幕旁邊就是 超多人 你根本看不到畫面 所以呢 我想要就是想辦法 因為比較好的螢幕都有 HDMI IN 然後HDMI OUT 那我想要接HDMI OUT 接到這個圖傳 我就可以用手機自己看 到底發生了什麼狀況 我燈打得怎麼樣 才不會 我什麼都還沒有看到 然後他們就已經 開拍 然後ACTION了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Aputure Cytoslink Bridge 就是你可以延長你的藍牙訊號距離 你就可以在更遠更寬廣的地方 然後控制你的Aputure的燈距 然後一個大力甲 就是準備 我也不知道要加什麼東西 就你就塞到裡面去 然後這邊就是各種的電池充電器跟變壓器之類的 那箱子前方還有一些空間 我就放一些黑綠箔 就是我們可以來更準確的控制光線用 那接著就是我們的超大攝影反光板 它是Sunbound Bag 差不多是250公分乘200公分 反正就是超大 你可以把它當作控光幕來使用 只是反射的方式 我還沒有真的把它拿出去使用過 因為才剛新買 所以我們就拿出去玩玩看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小小的Tri-8 雙色溫的平板燈 那平板燈其實還蠻好用的 而且這個Tri-8它的指向性還蠻強的 它官方是寫25公 25度 所以25度其實非常非常窄 所以你可以把它照射非常非常遠 還蠻神奇的平板燈 然後這裡還有一組CROS反光板系統 它就可以讓你的光質改變 很神奇的反光板 那這裡還有一個小小的反光板組 它是五合一的反光板 所以你如果忽然需要一個黑色的 你要negative feel 那你就可以直接把它伸出來 那你忽然需要一個補光 那你也可以把它伸出來 反正就是一個非常靈活實用的反光板 它這一整袋就是一大堆小小的燈角 因為我們也沒有很重的燈 所以我們其實用小小的燈角就蠻ok的 然後還有一個小小的隨身包 這個就是可以放一個小水壺啊 你也是手機啊 然後一台小相機在裡面 這裡還有一塊非常大的黑色布 這個就可以拿來當做negative feel negative feel就是我們現在牆壁有光反射到我臉上 那我這樣子 就不會有光反射到我臉上 反正就是小小的工具 最後這一袋就是小小的生活包 就是你生活所需的東西 你就可以把它塞進去 那我外面還有一張我們的300D 還有我們的電箱 這藍色袋子裡面就有我們的電箱充電器 跟我們的電箱變壓器 這裡就可以直接插我們的交流電 接著這就是我們的300安小時超大的電箱 這個電箱就可以不用一直換V掛電池 你就可以接著電一直持續使用你的燈光 ok 這是我們今天的燈光分享影片 那我要趕緊去把它全部打包 放到門口 因為明天就要出發了 那當然喜歡這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